大家好,我是六言三八部副程座 我今天要研究的主题是机场 我的研究动机是 从小跟了父母到各地的机场去旅游 我觉得那里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许多不同的车辆和主空桥及雷达设施 是我们在外面看不到的 现在也是个世界地头树 所以我对这个机场产生极大的兴趣 今天我就要来先开机场这个神秘的面山 我的研究目的有 机场的定义 最早的机场 世界之最的机场 机场设施 机场工作模式 机场代号与跑道后 和我最喜欢的机场 我的研究方法有 上网查询 实地烫摊 航空书记查询 世界连航杂志的查询 研究那一就是机场的定义 它一称飞机场空港或航空站 它是飞机场的一种 它可以让固定的飞机直升机 飞艇的中大型飞行器 飞机飞降落 截至2009年为止 全球从空中可辨置出的机场 大约有4万4千座 其中美国有1,509万座 为世界的至最 最早指的飞机场 陆地点是草地 通常是一个圆形的草地 机场那个飞行器 可以在任何的角度 做起飞的动作 成立于1909年 位于美国 马里兰州大学园区的飞机场 是目前最老的机场 是也被普遍认为它是最老的机场 但是世界上最老的机场 在世界里边还是有争议的 再来是研究任务三支机 世界客运村土量最大的机场 也就是美国的亚特兰大机场 它有5条跑道有7的航站 再来是世界战地最大的机场 是位于沙烏地阿拉伯的 巴赫德国际机场 它的面积可说是台北市区 面积的三倍大 再来是世界战地最小的机场 是位于布丹的帕鲁国际机场 它只有一条跑道 和一座航向和两个机位 再来是世界跑道最猛的机场 是位于加勒比海的 胡安顺雅拉斯机场 它的跑道只有四百米 大约是东台无小 操场跑两次距离 它就要必须完成起飞和山架的动作 且跑道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壁 再来是最危险的机场 是位于尼波尔的鲁卡拉机场 它的跑道非常的窄又短 它建在喜马拉雅山的三角下 也被称为世界屋底上的跑道 再来是研究任务四之一 机场设施 机场设施通常有塔台 登机门和航向及维修孔等等 这可以让机场更加快速的运作 且如果机场面积比较大 会使用电动步道或是 航向之前的电车 有些也是一些捷运上 会帮助机场交通 这是桃园国际机场的里面测试图 桃园有两座的特律好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